油这个地方蔬菜比较的溃洒 油菜呢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种蔬菜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香菇油菜 香菇用水泡开煎成米饭 留着备用 油菜分成两部分 叶泽和煎洗干净备用 泡过香菇的水不要倒掉 沥干残渣里面加入一勺淀粉 一勺蚝油 搅拌均匀 留着备用 接下来我们把锅烧热 如果锅里有水 一定要让它把水烧干净 等锅热了之后倒入油 我不知道你的锅是什么样的锅 我们的锅是有一点粘的 所以我经常会先加油 让它把锅底整个都给铺均匀 这样后面可以炒菜的时候不是很粘 我们先把香菇倒在里面炒一炒 同时加进去油菜再进 大锅进行翻炒 炒一会儿你已经可以看到油菜的性开始慢慢的变得有一点点透明 就细细烤 所以你感觉你的锅已经差不多快熟了 但并不代表它是软了 它还是用的 其实我感觉那种脆碎的油菜还挺好吃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叶子一起倒进去 一层翻炒 这也是一个提力火 当你的叶子已经抬两个叶子也差不多适合的时候 你就要往里面开始加盐 加盐就根据自己的口味啊这样 因为蚝油本身比较咸 所以这需要加太多的盐 继续翻炒一下 叶子和酱应该都已经熟了 这时候我们把准备好的酱汁倒了一部分点哦 再倒了一部分 烤一下 如果你发现酱汁已经透明的时候 就会已经出来了 弄出来的菜我们不用管它 接着我们把锅打开 不用洗锅的 我们用稍微小一点的火 把刚刚的汤搅匀再撒进去 这时候你需要不停的搅拌 防止这个汤粘糊 因为我们的锅实在是不好 很快这个汤就会变成褐色并且是透明的 你一定要在锅旁 让它呈现出这种颜色的时候 你就可以暂停了 接着把汤汁浇到上面就可以了 这是一道香蓬蓬的香菇主菜 其实和外面酥的味道是差不多的 只是颜色上或者是白盘上有所差别